这个是花友寄过来的那个鸡肉 它来的时候 还有三脚梅呢 这个快递放到那边三天都不知道 这花友真的是 老妹都怪我们呀 没有好好地动 这个是桌城市福徽东烧鸡 两个烧鸡 先放起来啊 然后看看它的三脚梅 这个上面是 强哥给我拿过来的一箱啤酒 也没有动起来了 然后那个有个花友就强哥 还给我系了一个那种 大的一个水冷的空调 太感谢了 先看花友的三眼 这个是打回事的 这个是在箱子里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呢 我昨天就先给它打开浇了点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好吧先去救治吧 这是两颗三脚梅啊 就水大 花友这个养的有点水大 这个之前是不是洗根换土了感觉 竟然是营养土的这种少见 先那个先修剪一下枝条 有必要剪吗 我感觉没有必要 没有什么修剪的必要 就换个盆入个土就行了 像这个花友遇到的是一个什么问题了 就是姜苗 什么什么叫鱼 也叫姜苗的 你看它这个盆啊 它原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根鞋都已经长满了 它会显得溜越的有点小 还有一个从这个枝条的这个长度 我判断的是有点缺光 总体就是盆子小了该换盆了 第二个点呢 就是溜越有些缺光 第三个点就是没舍得修剪 我看它也试了一些肥料 就有点水大 别的没啥 我再给它换个盆吧 刚才那花盆有点小了 我给它换到这个盆里面 换盆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是极限了 不要比这个再大了 这就已经超出极限了 那这回呢 咱们就选个六微小一号的就行了 刚好比它大一号 这种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比例 如果这个的话就稍微有点大 加土 不要埋得太深 有的话说 我看你整个的都深埋了呀 你别急啊 你这样稍微往上一提的时候 对吧 它不就不深了吗 对吧 这有技巧的吗 居中 好看 我处不够了 再猜一拨 选盆的时候 一定要排水凸气 这是一个点 好吧 你别整的跟韩国大菠菜似的 盆不要选的过分大 不是说盆越大越好 盆子越小越好 小盆养花 大盆是用来养鱼和王八的 啊 用土呢 还是老花衣的充装配方 土不太够 再加一点 不要埋得太深 尽量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土的平面 跟原来的这个土平面 尽量的是吃平的 好吧 然后稍微顿拾一下就行了 这个根系还比较健康 先放一边 一边 这个花也同样 先点成一种再说 当花盆里边的根系长满的时候 就要换盆加土 在我们养花这个行业里面 不存在换土 这一说 好吧 只存在换盆加土 那有的话说 我看你那个多肉啊盆景啊 蓝花都得换土 我说的是养花 你说的那个是盆景啊 这些个那些个个别的是需要去定期的换土 而90%的像咱们养一些草花什么的都不需要换 好了 换盆呢 就换完了 它这个花很健康 是可以给光照的 就别暴晒就行了 尽量的给住光照 我在里缺光 一会挪一块光照好的地方给它 行 加一部浇水啊 往水里面加一些生根叶 我用到的是会丸 这是大500毫升的 有小的有50毫升的 养花用会丸 省心又省钱 放入一些生根叶呢 是诱发它生根 增强它的一个浮盆能力 看来之前来的时候有点水的 我是害怕它烂根 所以说呢 可以放一些杀菌药 我用到的是厄梅灵 大家也可以用多菌灵厄梅灵都可以 三个层之类的都行 在这时候直接泡就行了 很正话说浇水浇不透 您就可以采用这种浸盆的方式 咕咚咕咚 喝一遍透水 拿出来 光照给足 避免爆菜 暂时不要施肥 先等它反应过来 一定记得洗手啊 我是农民 我这个种地啥的 弄药弄习惯了 没事有抗体 很多个花友尽量的 有一些个药的时候 尽量的别像我这样操作 戴手套 别的没啥 给毒光照去 别的没啥了 等着复书呗 谢谢这花友的烧鸡 也谢谢 强哥 我发现了 identifying 这一种 嗨 嘿嘿 嘿嘿